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這個今天 2018 強盛演習時事論戰的主題 我覺得有點深奧 叫做民主世襲與民主封建 那這個就交給我們成龍大哥 還有一位特別來賓 這位特別來賓呢 相信大家如果有在follow我們的這個 演習陰陌生 就是我們的提示歌 張修佳 那就交給兩位 各位朋友歡迎收看我們 2018 參選演習營 那今天呢是由我們張修佳同志呢 他要幫我們解說 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特色 台灣民主政治的特色 他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替他的觀察 他認為台灣的民主是封建民主 是一種世襲的民主 那這個跟以前的皇帝封建體制 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個人有一點不煞煞 所以我才請他專程來做的 這樣的一個論述報告 我們現在請張修佳同志 幫我們解決一下 什麼叫做封建民主 啊什麼叫民主世襲 我們來審視一下我們中華民國啊 的過去啊 我們經歷了兩種民主的治理 這兩種民主的治理呢 要從那個經國先生四世 來做一個奔水嶺 哎呀 這個我們中華民國呢 就是這樣子才從富翔走向了沉淪 從繁榮走向了衰敗 甚至現在可能要即將滅亡 哎呀 那這兩種民主政治呢 一種是經國先生四世前的那種 我們中國式的民主 其實是就是實行的是社會主義 那世事後由老賊李登輝開始 他所走向的就是那種西方式的那種 資本主義化的那種民主 老賊李登輝開始執掌大選的時候 相信各位都不陌生 我們就開始慢慢的走向腐敗 走向黑心 走向民粹 那為什麼相信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以前走的是社會主義路線嗎 各位認為我們以前中華民國 所施行的三民主義是屬於什麼樣的主義 有沒有人知道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 對啊 早原我們從我小學讀書開始的話 呃 我們走的就是民生主義嘛 嗯 你說經國先生以前的話 在政治體制上就是民權主義 就已經剛剛講的中國式的 民主 對 就是民權主義 那民權主義一般就是講求精英治國 就好像以前我們科技制度 宣拔優秀的人 嗯 才可以自己管一個縣啊 管一個省啊 嗯 從底層一步一步做上來 嗯 絕對不是說他考試中了狀元 那他就可以當宰相 那不可能嘛 一定也是從縣長開始幹起嘛 對 所以你剛剛講經國先生以前 呃 嗯 嗯 等那個年代 就有很多像什麼 呃 呃 李國定啊 呃 呃 孫一璇啊 對 孫一璇啊 就選拔很多很優秀的人 對 那這些優秀的人 基本上也都是從基層一步一步上 這是他們的共通點 對 所以他才能累積很多做事的經驗 對 這就是中國式的民主的精髓 嗯 也是孫中剛先生講 民權主義 精英治國的道理 嗯 嗯 我不曉得您 剛剛講的是不是就這方面的意思 呃 算是啦 然後那個 對啊 這樣講是沒有錯啦 那民生主義 我們一般都是用民生主義 嗯 對 那你剛剛講的就變成社會主義 那民生主義跟社會主義中間 是有什麼樣的 欸我們要這要 塑本根源 那個 在過去啊 中華民國剛建立的時候啊 到那個 大概是 19260吧 大家還記得有發生一件那個 中山劍事件嗎 中山劍 中山劍 中山劍就是之前的那個 永豐劍 中山劍事件 就曾九明判變的時候 對 那這個 從九明判變是 歷史上面這樣寫啦 那事實上面是怎麼樣的 那個我們就 實際上面應該說 中山劍事件是 國共內戰的起端 對啊 國共內戰的起端 當時在中山劍上面 還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 叫做周恩來 對啊 那 在中山劍事件發生之前呢 其實 呃 那時候 蔣介石的秘書好像叫什麼名字啊 中文 呃 叫什麼 反正那個 當時 他是負責過濾勤之的 那 蔣介石其實 早在 中山劍事件發生之前 早就知道 已經收到這方面的請思了 那 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 呃 當時的 金國先生呢 是 人是在 莫斯科中山大學 就讀 他是那個 加入了 那個 算是 預備的 共產黨員 那 他們 這個 父子之間呢 當然有書信的往來嘛 那 金國先生呢 就 問那個 他的父親 蔣介石說 那為什麼 近日的來涵啊 似乎 反映出 不脫離 中法社會的語義 中法社會主義的語義 那 蔣介石就說啊 那個 之前呢 他在 前一封信裡面呢 就有試探 金國先生的思想 還有 用字顯實的語言 對於這個 舊思想有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他在迴韓的時候 他就跟金國先生說 你的方向都是正確的 那當時的金國先生呢 是 棘手派 那我們來看 那 蔣介石這樣講的話 其實 蔣介石他這樣子回答的話 他的立場 我們要想想看 他是什麼樣的 立場 那這時候 金國先生就 在信函裡面就問 他的父親 蔣介石說 孫中山的 民生主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跟共產主義 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如何 那你們猜 蔣介石是怎麼回答 他 兒子呢 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那是你看我的稿 對 沒有錯 主持人有做功課 沒有錯 蔣介石當時回覆他的兒子 金國先生 他是回答說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涵蓋了共產主義 那你們自己 我們大家想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三民主義 是什麼樣的一個主義呢 其實三民主義 就是社會主義 那在當時 就要講到說 過去 那個金國先生回來之後 回來 回國之後 他在大陸的 幹州 他就 開始試著施行 社會主義制度 那後來 我們來到台灣之後 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 當時 台灣的社會 還是延續著 日本殖民文化的封建制度 那這裡就是說 為什麼 現在像這些 這些 蔡英文啊 還有那個 顧寬敏啊 這些人 他們當時都是大地主 為什麼會這麼去反 那個 國民黨的原因 就是 當時 當時 1949年吧 1949年 為了要破除 日本殖民時代的封建制度 我們政府就開始實施 是根地三西五檢珠 根地三西五檢珠 我相信這個波波就比較了解了 但是因為 之前 在大陸 大陸有 施行的一個叫什麼檢珠 不是 大陸那個叫二 二五檢珠 二五檢珠 那個就是 他在江西 他有做過 對 江西的幹州嘛 剛好就是靠入結束之後 1945年以後 第一次突然運動 就在江西 江西然後土改失敗 土改失敗 你們那邊的歷史是土改失敗 土改失敗 我們這邊的 也是失敗 事實上的 事實上是土改失敗 我看美國學者所寫的書 他是寫說 土改失敗是因為 當時中斷了 中斷了 如果說 金國先生繼續下去的話 他當時 他在執行的時候 是成功的 短時間之內 讓人民 富足起來 因為 所有的那個資源 就不是在於 這個富人的身上的 二五檢珠 事實上就是 三七五檢珠 他的計算方式 只是那個 從的角度不一樣而已 那二五檢珠 他的結論的結果 也就是 那個 地主只能夠拿到千萬之三百七十 來 足那個 稻田的收穫 那當時呢 在幹蘭呢 當然就有兩種說法 當時也是一樣 引起很多大地主環台 對 那在台灣呢 後來施行了 比較順暢一點的 是 幹蘭的經驗 有了 第一次施行的經驗 對 這有改 這有改良式 對 所以後來才會有公 除了三七五檢珠以後 後面有公立忘領 跟那個 跟那個 在那個一九五三年的時候 就實施那個 正式實施跟者有其田 住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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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房屋的 那個 價格 是沒有現在這麼高的 他很壓抑 對 我記得 那個時候啊 是壓抑的 就控制了說 每個人都買得起 房子 那個時候 我是住在 泰山 還有那個 後來搬到 祖城 那時候三十幾坪的房子啊 差不多只要 一百多萬出走 就有了 不會像現在這樣子 到千萬啊 到怎樣 這些都是在 老賊李登輝執政之後 才開始有的 更重要是 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在法令上 有幾個法條 他是有詳細的規範 就像今天呢 白茉莉呢 在握摩說 欸怎麼會有一個 我要講一筆地珠 她問我地珠多少錢 我說一個月 大概繳六十塊形態幣 她說哪有那麼便宜 你是 這麼大一塊給這樣佔用嗎 我說不是 還算有點大 她說怎麼會那麼便宜 我說法令規定啊 事實上我們租房子的租金 也有法令規定 只是 很多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都不善用這條法令 想了解的人 你有租房子 不想付那麼多的租金 你可以來找我 不過可能會被人打死 我被打死 事實上如果按照法令的話 現在的房子的租金 相對的非常便宜 所以 剛剛 修家 張修家同事沒有講錯 政府的確有 跟著有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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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成功 大地主反彈之後 後來的後繼执政者 當選者 不敢再繼續做 著有幾乎的政策 因為呢 他引起很多 更大的反彈 因為跟著有幾天 有配套 他包括公地放入 跟著有其他人的工地放臨 還有包括股票啊什麼東西 那個工藝事業的股票來去 去搭配地主的損失 但是住者有其屋 你如何彌補那些黃屋所有權人的 跟市價之間的損失 因為沒有 所以就後來就不了養子啦 補充一下 休家總是沒有錯 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 確實有這麼一條滑裂骨 這我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請繼續問阿創 不好意思 同樣的在現在 我們中國要統一啊 因為當時蔣謝時在回復那個 金國先生的信派裡面 這有講到 中國革命啊 只有在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下 才有意義 當時是什麼呢 當時不是就是施行那個 共產 共產什麼 共產國際 對對對 共產 國際 就是要讓那個人民能夠出頭這樣子 那相對的啊 我們看現在啊 我們中國如果要統一的話 只有兩岸的政權啊 共同走向中國式的民主 就是社會主義路線 我們才能夠獲得實質的統一 這一點可能大家要多思考一下 哎呀 那我們現在反觀啊 現在我們的政治啊 你覺得 就是應該說從教改開始啊 教改開始 教改開始跟那個以前聯考的制度啊 差別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教改之後就是多元入學方案 多元入學方案 沒有 現在還有增加一個繁星 繁星計畫 繁星計畫 繁星計畫就是 你的考試成績如果不錯的話呢 就直接拿著成績單去 向可以申請的學校就直接 對 每個學校十名 就是在排校第十名的前 那這樣看來各位 都還是被了民進黨牽著 鼻子走 彥文奇想 對 彥文奇想 以前啊 經國先生時代啊 我們是施行聯考 那其實呢 聯考沒有什麼不好 好像現在 不過那個大陸現在 依然還是類似像這樣 大陸還是 考試嘛 為什麼這樣子的考試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的考試呢 雖然說是一考定江山 但是所有的人啊 因為教科書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的起跑點啊 是齊頭式的 不管你是有錢 還是你是政治世家 還是說你是平民 還是你是那個像以前 陳水扁一樣是那個幾級平庫 三級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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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平庫 如果沒有以前的那個聯考制度 相信也沒有後來的陳水扁 因為他絕對變不起書 那後來的教改呢 教改喔 其實是假教改之名 行那個思想 毒化 教育 那個課本到底是什麼課本 去中國話 你不是中國人嗎 難道你是日本人嗎 你是日本人 日本還不一定會承認 他只會把你當成是 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這樣子 日本是一個民主封建制度的典範 他們的階級分得非常清楚 哎呀 政治世家永遠都是政治世家 哎呀 富有的人永遠都是富有的人 除非他的小孩有什麼散失 才有可能說從富有變成貧窮 那平民呢 幾乎很難出頭 那我們的教改呢 就是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富有的人還有這些 能夠獲取這些資源的 像一些政治世家 他才能夠在教改的教育環境之下 才能夠有所發展 那一般的平民 或是可能就是低收入戶啊什麼 在教改之後的教育制度之下 他沒有錢啊 他是很難在學校 有什麼成績出來的 哎呀 這個相信那個茶米應該 你算是教改世代的開頭 前段 算前段 前段 有稍微受到一點迫害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看啊 這些 我們這些選舉啊 你看來千篇一遇啊 幾乎都是 譬如說 謝維洲來說 他爸爸是誰 謝堂基 謝堂基 那謝維洲 何德何人可以做四議員 他有個老師啊 他有個老師啊 謝系 對啊 那這樣就可以做四議員啊 他一個無聖靈啊 哦 這樣子啊 但是那個蔡依林他媽啊 哦 這樣子啊 但是有蔡依林 那個蔡侠 那那樣的蔡侠在配合 呃 現有的選舉制度 因為他們的綁蔡侠呢 只要綁到某一個比例上 他就夠了 他就能夠順利的能夠當選 那這些派法 呃 就等於是在把民眾呢 的選票呢 做不同的區隔 區隔之後呢 個人就領有他個人的 風土 風土 就諸侯嘛 哦 分別 那這樣子分封嘛 就是這一塊 你的這一塊 我那一塊他的 他把選民就區分開 那區分最好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統徒 統徒那大概就 先把你分成兩大區塊 然後再由裡面呢 區分個人的意義 比如 剛靈利的拍地要歪 好 啊 現在核四立的 對不對 啊 火力發建我的 啊 烈雷建你的 啊 拉瓦葉建我的 然後就分開了 好 那老百姓買單 這個就是叫做分封制度 以前渡和時代也有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民主封建嗎 我不知道這個應該要問這個民主的創建者 我只知道封建時代的時候 那個以前和聲就是這樣搞的啊 對不對 那個 河堤啊 洪水來了 修河堤 修河堤是河公修的 但是河公那一個系統呢 是哪些人去管 那是有固定辦理的 不是你想進來就別進來 那到像揚州 到揚州去當知府 到揚州當官 那又有一套系統 還有岩務系統 岩啊 挑岩的 蔓岩的 好 那又有一套系統 專門在裡頭當官 不是你這一邊的人 想掉過去那邊當官就可以 那誰主導這個 官 官 溫配 和聲 那個就是溫配 對啊 所以你 不要認為買官那麼容易啊 買官不是說你挑的銀子到他家 錢逛下來就可以買官了 買不到的啊 那買官有買官文化 就跟買票有買票文化一樣 不是你想買就可以買 像我 就沒有人要來買我的票 我想在座很多人也沒被買過票 那就算說你有曾經有被買過票 那跟你買票的人 不會所有的候選人都跟你買 一定是跟你有關係的人 才會跟你買票 那個叫做買票綁樁 它也是一個封鋒 就是你的人是你負責買 我的人我負責買 它是有分配的 那錢從哪裡來 預算 國家預算 我們國家呢 那些民意代表 預算是在民意 那個議員 或者在立法委員身上 那些議員 議員跟立法委員呢 他就編列預算 編預算是透過預算的程序 他們合法拿回扣 所以我們 為什麼我們才經常主張 對付民進黨 跟對付這些貪官污吏 最好的方式叫做 看預算 絕對不是去執行 執行沒用的 執行呢 交給曼君去做就好了 他舉牌天天去執行 有沒有效果 對啊 你咋要上街頭去執行啊 有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我跟各位保證 我也跟曼君講 那些立法委員 那些市議員 在議會的執行也是沒效果的 砍預算就有效果 不過現在 那個 蔡英文是陳水扁的4.5 她升級升級得很快 以前對陳水扁砍砍預算有用 現在呢 砍預算對蔡英文沒用 她那議算造官 烈雷 那那個 那 烈雷劍的 你知道 議算有工作 議算就是命運 它是法令 它就是法條 它不是法條 不是命運 不是法制 沒有用啊 它全照過啊 不然你要教我啊 你還質詢嗎 我讓你質詢嗎 有用嗎 沒有 按你來講 法院檢察官都應該主動登辦 你們有沒有看過主動登辦 沒有 還有穿過 核工穿過 嗯 它這已經是違反命運了 什麼叫民主 在英國的那個 一個政治學者 他講過 民主就是代議事 就是議會殿堂 在代議事跟議會殿堂 主政下的民主 除了孩子生不出來以外 其他 他是無所不能的 這個叫民主殿堂 民主的代議事 今天真的 蔡英文生孩子是沒辦法 但是呢 郭二十四一 這個對她來講 是無所不能 她為什麼能夠無所不能 因為 因為 在 立法院裡面 有太多的 藍綠 立法委員 在互相逃避她 那這些人 在怎麼選上的 老闆現在永遠都吃虧 不好意思 要打到你的吧 那像剛才陳隆哥所講的 這些現象 這些都是在民主 那個 世襲的政客 還有封建的民主之下 才會產生 對啊 為什麼要世襲 為什麼要封建 他的目的是什麼 世襲的政客 就是民主世襲 他這樣子才能夠 繼續的掌握這個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權利 然後他由這邊呢 來去獲得他的利益 就是錢啊 對啊 所以說 呃 選民 台灣選民算是蠻 愚蠢的 對啊 就是 為什麼大家想想看 為什麼孫中山 要創立民國 推翻滿清政府 因為滿清政府封建嘛 那封建產生了什麼 利益資源被 那一些達官貴人 壟斷 對 那達官貴人 壟斷的資源 他當然要世襲 對 繼續讓我的子孫子女 在幹嘛 萬事萬代有存 對 好 那你今天呢 要推翻封建 就是因為你世襲 你壟斷了我們資源 所以呢 我們要打倒封建 要創立民國 結果我們創立了民國之後呢 現在台灣島上的民主又產生 按照我們張修佳先生 他觀察的結果 產生了新的封建 這個封建的產生是因為民主事襲 已經成型了 對 這是從那個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就慢慢開始形成了 然後民主的世襲之後 他為了獲得資源啊 就開始進行了民主的封建 就像我們剛才陳龍哥所講的 蔡英文現在 像以陳龍哥剛才說的烈雷劍按好了 他居然可以預算照罰 那檢察官或是法醫院居然不辦 檢教單位居然不會去辦他 為什麼 因為在民主封建制度之下 這些人都已經是他的人了 他已經安插了他自己的人了 對啊 有可能自己人辦自己人嗎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所要打破的就是 要做他們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進到議會 砍光他的預算 看他還能夠幹嘛 我們謝謝當學家同事 他剛剛講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今天台灣為什麼會墮落跟神輪 他的原因呢是發生在於什麼 民主不公開 政治學裡面在講為什麼叫民主 就是民主呢就是決策者 對於他的決策 是什麼樣 是公開的 是不能隱匿的 不能黑箱的 以前的那個太陽花學院 他也是認為說 因為黑箱所以我反對你 好了 如果你反對黑箱 那烈雷劍夠黑箱了吧 那當時反對的人為什麼不出來 你們有沒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 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 因為太陽花學院也是個黑箱 對啊 它本身就是個黑箱 它是用黑箱來對付黑箱 那今天他碰到自己人的黑箱呢 他就閉嘴了 太陽花學院不是黑箱嗎 大家想想看 太陽花學院不是黑箱嗎 它阻決什麼 它阻決跟大陸經濟貿易的來往 那如果大陸經濟貿易的來往是不對的 蔡英文政府有本事就宣布 兩岸經貿 終止 任何跟大陸做生意的 一概以知偉論 全部抓回來關 那解決了喔 那幹嘛去搞太陽花學 那不用馬人會先抓他自己了 唉唷 再抓了對不對 好了 各位也許不知道 在高雄市 城局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 最近買了一批 兩截市的公車巴士 千鬼 誰製造的 大陸版 萬惡的夠鬼製造的 很好笑喔 那更好笑的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 蔣經國先生這一輩子 很多人都說 他做錯一件事 他做錯那件事情 就是讓李登輝接軌 可是呢 我認為讓李登輝接任 副總統是他做錯的 最正確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讓人家看清李登輝 是什麼樣一個人 喔唷 你知道李登輝 當年寫了多少書 主張兩岸應該要統一 嗯 經國先生不在 那個鬼臉 那個理髮就翹起來了 那個假面具就拆掉了 那經國先生如果說 他這一輩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事 開放兩岸探親 如果經國先生在世的時候 沒有開放兩岸探親 由李登輝開始執政 你認為他會 開放兩岸探親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啦 那後來到現在的民進黨執政 你認為他會開放兩岸探親嗎 不會 更不可能 但是 天底下就這麼 破臉皮的人 蔡英文 她最近兩岸探親開放30年了 她跳出來講 當時呢 開放兩岸探親 開放兩岸探親 是我們林進黨主導的 妳知道ATTO怎麼洗嗎 英文ATTO不要懷疑 不要認為說我平常英文不好 今天跟你們落英文 你們就有一點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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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連ADTO你們都不會懷疑 你們真的很少少 顯然我的英文程度在這裡 是最高的 對對對 來 一堆掌聲吧 我當年 當年考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英文這一科呢 沒有下去的那一碗 不然我可能上台大 好啦 開開玩笑 叫台大宝宝现在被人妈态度 呵呵呵 啊 当要抢功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的政府罪恋 如果当年金国先生 他应该有先见之女 他知道民进党这些人 啊 我不开放两岸探亲 两岸之间的关系 到了李东卫手上 到了民进党手上 恐怕只会越来越狭暗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放了两岸探亲 他开放了两岸 通商 通法 后续因为就因为这样子顺水 推走水道举程就完成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又想想这个功劳 那你既然想想这些功劳 你为什么在国内又要倒行逆施 做一些去中反中的事情 你不是自己打脸吗 这怎么讲都讲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烈雷剑必须蓝绿合作 如果说烈雷剑它是单一的 一个人独食 一个人通吃 那这件事情够清楚了吧 会不会搞得那么复杂 会不会 不会 不会嘛 那为什么会搞得那么复杂 一间教室里面 有五十个学生 四十九个学生都吃了 然后那个没知道的是从头到尾搞不清楚状况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他既然一开始就搞不清楚状况了 事情发生了 他继续搞不清楚状况 他不知道谁吃 他一直认为说 可能只有三个人吃 可能是四个人吃 他可能连想都没想到 全班四十九个人都偷吃到那边吧 对不对 好了 张三顾班长说班长偷吃 班长说顾班长也有吃 顾班长说没有 那个是工技工长拿给我的 工技工长说不是 那个是康乐 古代天球灾难 我不知道是他的 我以为是没吃完 对不对 我不希望这个垃圾的乱丢 或者我不希望呢 这个浪费食物 所以我也咬一口 所以你咬一口 我咬一口 咬到最后 大家都有吃到 大家都有吃到呢 所以你也不要 什么 要是张三骂王五 对不对 李氏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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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二马子等等的 反正大家都有混嘛 所以你讲我一点 我讲你一点 大家互相来过 墨语 不解散 这事情 不容易处理吗 明年 立法院要不要省议算 大家都没有 那简单嘛 我把国家议算全部删掉嘛 把事情讲清楚 不然不给你议算 对不对 只给国王部长一辆脚踏车 让他骑脚踏车上下班 不就去事情解决了 事情能够 还不能够水落石出吗 陶渊地检署你那么喜欢办 那我给你献你三个月之内 再办不出来 以后司法院地检署 所有预算 法务部的预算 全部给你删掉 不准你动用 可不可以 他办不出来吗 不可以 那你台北的要不要办 台北不办 我也给你删 那那个农委会的 可不可以给你删 删 高雄市政府你喜欢配合 以后中央配合高雄市政府的补助款 全删 哪一件事情不会 不会搞不清楚 那为什么没有人要这样做 你去问问看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敢不敢这样做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也有分钱 吃饱 我明年的 回购还在里面 你都给我删了 那我要拿什么 那谁敢删 中华所没出镜 当然了 因为我没吃到嘛 我当然删你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那一个好学生 全班49个人都吃了这一个 从头到头都知道没吃到的 我当然进去给你删 我删了以后你才会给我嘛 你才会邀我去酒店喝酒嘛 对不对 你也会说 哎哟 董事长的 哎哟李晨龙先生 不然我们来酒店啦 我给你酒色柴气 你喜欢吃 要三文老子 我都给你安排 没问题 对不对 你要几个妹 我都给你 我一定给你放开到 舒舒服服 以后呢 每年呢 我们暗地保护会一样 承受给你 不要再删了 会不会 会不会 不会嘛 对不对 你以为为什么民意代表很容易堕落 就是这样堕落的啊 各位同志 各位朋友 给我一次堕落的机会 各位 我进去里面 我核子我堕落 我让里面所有的那些立法委员也好 那些私益也好 连便当都没得吃 我让你这种堕落 我一定跟他讲 我要拿最大分的 我要拿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就要讲百分之一 三个女一百个人分 我看他要不要 他一定不要 他不要就没谈 谈判破裂 赛一句算 各位就赛一句算啊 但是赛一句算呢 这个有规则呢 这个规则呢 要问我们的 查理 要我们的这个李道祥 哈喽的一篇文章 整理的 提案制度 就是意思规则的提案子 很好 立法院几个人提案 对不对 然后议会里面要几个人提案 如何用提案呢 来作为拖延预算的战略和战术 这都有办法的啊 这国民党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人懂 怎么会没人懂 装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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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想当年 损些不开花 想当年 立了民进党眼睛 那是洋葱头啊 立了民进党眼睛 以前党外的时候 那些很多党外的人都懂 他们就用这一招 专门整国民党 整到国民党开始养 这些党外 后来党外养大了 变民进党 继续养 民进党的早年 他们也常常碰到 党部经费不足 你知道谁给钱的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是谁 因为国民党很韩武嘛 国民党是谁 我不会像那些人啊 韩南武 高威乐文家说 刘太英 对啊就是刘太英给的啊 刘太英在哪里给的 醒吴大楼 醒吴大楼 为什么要在里面给 因为里面有个招待所 为什么要在里面招待呢 给他们安五号 里面呢九色柴妻都有 我如果不在招待所 难道还要在温泉会馆啊 让那些狗仔店在那头 给我拍照吗 民进党就是因为你有招待所 所以才被拍照吧 像那个吴奶的 大奶妹 嗯 对不对 他如果是在招待所里面 就不会啦 因为那个招待所是办公大楼啊 下来你怎么知道我到哪一层办公 对不对 你知道啊 那个电梯是不是都没有数字的 不知道看起来都没有 那你进去人家就有警卫啊 就招选啊 就不让你进去 就不让你进去了啊 然后里面电梯有分内外中有三层电梯 他电梯你外面看到的是一层电梯 他里面还有两层电梯 还有有些是直大的 他可以设定几个电梯层不到的 对 那个都已经是比较 嗯 他后面还有转个弯弯里面还有几个电梯 你看得到的是电梯 弯个弯就有不一样的电梯 诶 陈锋哥怎么这么清楚你有去过吗 我是经常被招待的啊 哈哈哈哈 这我想当年啊 每一个要 每一个都要先给我招待一下 要不然我议算早是这里给你看 那里给你看 我当时只有一个人 如果我当时成团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对 很多人天天都找我去 所以很多招待者我都去过 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不就不得了 以后再说了 现在先不急的把这个我们的战略讲给大家听 当年啊你们记不记得 当年台北市议会 市政府为了收买市议员有一个自回条法 就是市议员退休之后 我一样每年给你一笔薪水 有没有印象 有 当时国民党举手支持 民进党说是被国民党胁迫 所以不得不也支持 可是提案的是陈水扁啊 怎么会是国民党支持呢 国民党不是跟民进党两个合不来吗 民进党赖给国民党 国民党说是因为陈水扁呢 又耳又我我不小心咬到 对吧 那当时呢 心党最聪明 退席抗议 你们讲心党好啊 告诉你心党最不好 他也知道 那为什么要退席抗议 抗议 抗议 因为心党知道 还想不想要 想 想 不想要的绝对不是人 那想要呢 又不能吞 那怎么办呢 退席 因为退席以后人数还是够 还是过半数 所以退席还是能过 所以他们就退席 表示他不知道 他们反对 反对呢 应该怎么样反对 应该用提案反对啊 你为什么不提案 他说我们举手会输人 当然会输啊 但是你可以脱过这一会期啊 我三个人就可以提案 当时心党也是几个 我也想提案 没人要给我护议啊 我一个人提案 没有凑出三个人 不行 我找别人跟我联署提案 没人要留我啊 我提可不可以提案 可以啊 因为当时 台北市政府呢 一个月比方来讲 愿意拨十万给我 我可不可以要求他拨九万 十万我觉得太多嘛 给九万可以吧 我可不可以要求给八万 给七万给六万 给五万给四万 给三万给两万给一万 然后给九千九百九十九 可不可以 九千九百九十八 九千九百九十七 九千九百九十六 你知道我可以提一个案吗 一百多吧 对吧 每一块钱我跳一下 每一块钱我跳一下 十万块 我刚好可以提十万个案子 你知道十万个案子 开完会要几年吗 我大概一人做三届 做四届做五届 我都还不能没办法 把这些案子审办 这个叫做什么 叫拖延战术 拖过这一位局 怎么样 无效 现在缓年金啊 诸位有几个人去 缓年金 上街头过的 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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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缓了半天 有用没有 没有啊 怎么会没用呢 我只要给我十个立法委员 提案就有用了 这个案子在审的过程中间 要怎么办 是不是维持原意 联金是不是造就了 因为新的没来嘛 那我可不可以 光修改联金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们立法委员的版本 可不可以 提了几个 我给他提个三五百万个 你怎么审 要不然审不完了啊 那审不完怎么办 维持原纳 好了你说 啊我们没有办法提那么多 我跟你讲 立常能够提一个就好 提一个案子 我不要说多少 我提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要不要讨论 要啊 当然要讨论啊 讨论 每一个立委是给你十分钟 他没规定上台 要几分钟上台 没有吧 那怎么上台 咖啡照一 我从这里上台 上台我可以走三天 你信不信 我走了二十四小时以后 其他立委都睡着了 我也在这里睡着 我可以睡一个礼拜 那怎么开会 开不成 就开不成嘛 那开不成不是年金造就吗 那为什么要麻烦诸位上街头呢 作秀 蛤 蛤 那我们就被那些立委耍了嘛 你是被叫你上街头的人也耍 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不懂啊 所以 政治学都讲得很清楚嘛 什么叫议会 什么叫代议事 除了生儿子以外 其他你都搞得出来 这个又不是叫你生儿子 有人叫我在议会里面叫李晨童 你去生儿子给我看嘛 没有啊 但是躺在议会睡觉可以嘛 对不对 一个人睡觉总比几百上千人 在街头晒太阳好多了吧 里面有冷气啊 还包你吃啊 还包你住啊 晚上睡觉还可以送你一个毯子盖啊 插个枕头 枕头还可以带进去了 那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在外头放呢 这是始终如果只有一个提案 你都可以用这一种方式拖 对不对 你还可以麦克风坏了 不小心把电线拔到麦克风 没声音修好再来 方法多不多 多 那你如果提三个案 提四个案 提五个案 提了十个案 他这一口会急 省得完吗 省不完 省不完 我请问你 怎么办 维持原来的方式继续嘛 有没有人做 没有 叫民众上街头 那多少的案子都是这样搞的 他现在可是不商转 再花九千亿去买火力发电 全世界人家现在火力发电的机器是卖不出去 是卖不出去 因为年龄要了 全台湾现在在收购 收购人家全部不要的火力发电机组 然后来到这里 火力发电机组人家不要的 我们用高价钱买进来 是不是可以赚一票 买没 再赚一块 再赚一票 然后PN2.5呢 我们用灰把它过滤 我们来爱地球 然后这样子来花电 这就是所谓蔡英文的用爱花电的道理 莫名其妙嘛 对不对 那我们选出这些立委也好 这些事议人也好 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事 不断的骗我们 就如张修佳同志所讲的一样 是一个民主的攻剑 是一个民主的世袭 他今天呢只是在维护他自己的利益 在窟窿 在耍我们这些老百姓 怎么办 凉拌 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你不选我当市议员啊 你如果选我当了市议员 我跟各位讲 谁要头痛 在台北市热舞 那个人现在叫柯文哲 如果我在立法院里面 那个人就叫蔡英文 我才情谋生生 从头都舞前面过去 我就跟他一整班的 宪兵在后面跟我跟着跑 我都不知道他跑什么意思 我上面直播挂两个旗子而已 那一天的直播就是这样 一整队那个宪兵跟我后面 拼拼啪啪 拼拼跑 我都很好心 速度故意放慢 我都怕他们跌倒 那么紧张干着我 我又没怎样 挂这七字广 那你骑过去而已 没什么撩不起 没什么坚定 那天到西门町 我们捍卫队去几个人 八个嘛 还加上几个同志 凑一凑过十来个人 有需要把大同分局的警卑队 全部叫过来吧 顺便连宝一的大巴士都叫过来 我知道啦 那天你们刚好是 在其他地方有活动 所以带我们这边下车啦 不是专门为我们而来 没有 他是为你们来的啊 不是啦 万华有讲嘛 万华讲的 宗正义没有这样讲嘛 宗正义说他们是路过 对吧 要看你们有什么特 就像那一天去那个法院一样 那个台度大金贵的 从头到尾都说他路过 对啊 嗯 好 不好意思 又待了我们张修佳的时间 我讲到气氛的时候呢 就开始口不择言 好 那个我们想想看喔 一任总统坐几年 四年 一任地委坐几年 四年 一任议员坐几年 四年 那一任地方 先生坐几年 四年 四年 现在都一样都是 以前有奥地 以前有三年的有什么 现在都一样 那我们经历了 从弥国七十几年 七十七年 丁国先生逝世之后 哦 李登辉十二年 嗯 然后 陈隋远八年 马先生八年 没出席的马英九八年 哈哈 马英九十七 对不起啊 得罪了蓝宜 抱歉 那个 然后那个 一直到现在 三十年 三英文两年 太年几年了 两年了 三十年 因为那个明年 明年一月就是 金头贤恩 四世三十周年 对 好 那请问各位 你有多少的四年 你有多少的八年 你有多少的十二年 我们已经让虚耗了三十年 那你还要支持这样的选举方式吗 不要 不要 你所有的人民你还要做 继续做愚蠢的选民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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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明年 你们要选谁 中华统育促进党 对 还有呢 要选中华统育促进党的汉卫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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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是 站在人民的立场 因为我们都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 我们不像那些世袭的政客 像刚才陈隆哥所讲的 那个就是民主世袭下的分章 那像我们这种分价咖 要分怎么章 人家也不会跟我们 对不对 一开始他不会分给你 因为他认为你根本不懂 好 考试作弊 最多的就是观客人 好 那 那个有他的技巧 婚章制度贪污股币 不是那么简单 贪污的 哦哦 你一个民意代表人家不给你回扣 没有那么容易啦 地检署明天就要来查你的账号 钱怎么搞到你户头了 说明资金来源 不然呢 依照阳光法案呢 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去权益45天 羁押禁件 那如果像那个蔡振元呢 倒霉一点 就羁押禁件四个月 贪污不是那么简单的 想学贪污呢 来听我们下场课 不能公开讲啊哎哟 对不对 想知道怎么贪污的下一堂课 就是我这种什么都知道的 他才会怕 我才抓得到他怎么贪污嘛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怎么去贪污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 偷学呢 是不是就有点像日本 现在的那个 在日本的那个教育协会 变更名称 发了七千万的道理一样 没错 花花很多 没有错 那是新邪的是吧 那有可能变成孙人财产 那有可能变成孙人财产 很快 那我都只是 花大花大 你们还不晓得 其实 那个 谢唐禁 他那个儿子 你讲到 我没讲啊 我一直讲出新邪的啊 对啊 你只说了阿达阿达 我只是说 我 听说也是阿达阿达 但阿达很好啊 对不对 那个你晓不晓得石油汪国很多里面都是什么达什么达的 摩西达 塔达 塔达什么达的 都是有个达字 有达字一定是不好吗 不要太明瞧 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沟通讨论 大家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那个 我介绍一下几个特别来的例子 那个我们张化来的陈信峰 神主委 还有那个张秀业 秀业姐 好 大家好 我是同心为了张小姐 你们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 我是觉得这种会很好 然后让大家能够清醒 老百姓不要再做渔民的选举了 然后下一任的选举大家能够觉悟起来 所以民进党跟国民党已经没有在里面 只有靠我们这些 比如说捍卫队的 统促的那些 算起来是 不是他们 就我们是小党之类的那个第三四例的 那是当年的党外 对对对 这些来当选的那些议员或者立委 才有监督的能力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烂掉了 根本没有理由 他们执政几十年下来 都已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是为了什么 都为了他们最上层的那些大咖要立委在座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这些力量来监督他们 来进到这些国会议堂去大扫出 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 真正会成组的议员 大家好 你这次在彰化 听说我们的陈思伟 还特别去把他自己的交车呢 贴了很多的宣传广告 他特别爱买的一部小货车 小货车就是弄那个 今天白日的那个国旗跟那个五星旗 然后上面也是 也要让大家去晓得说 那你这样子好像是在集团 但是我上面是有些标语 是说那个两岸是一家 经济共盘 就是这个标语 那我们在陈思伟的话 我说实在 依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 已经没有办法跟大陆上瓶了 跟主要瓶了 所以说如果人家问我的话 我就是要带你去赚大陆的钱 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 各位 我们第一阶段这个有网路直播 就到这边结束 那谢谢各位朋友们来 然后这个 等一下 这个有些不能讲的 我们会在第二阶段来做 欢迎这个在线上的朋友 可以来现场来听秘密 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分享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公开的直播 那第二阶段呢 就专门在教秘籍 但秘籍就不公开了 不好意思我们陈主委还有事情 请下各位报告 希望借由这个机会 像我们在那个 演出旁边的这些 立影的那个朋友们 大声的呼应 就是说 不要再继续被 被互动 不要继续被操容 其实 这一些 立影的朋友 有一些也是满有正义感的 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到说 内地跟的那个 各有对台的政策是很优厚的 就是说 他们 以目前来讲的话 可以感觉到说 民进党从蔡英文到 到底下这些官营 都是在搞钱 你像那个 八千八百亿弄不够 后面又来增加一个九千亿 那我又看到 我们国内 有很多地方 像山上的那个 孩子 有很多都没有 那个营养午餐可以吃 那还有很多 甚至 我们 台北市的这些 那个乡亲好朋友 应该最清楚的 那个台北市上 一大堆的有名 就 就 躺在那里 真的我们 我们的国家 这么的贫穷 我们都能够像这次 蔡英文出去 花三个国家 不到一百万的人口的 这些民众 三个国家 而且不到一百万的人口 他竟然花一千多亿 你把这些钱拿来 救助我们台北市上这些 贫穷的这些 同胞 还有一些 全省这些 没有营养餐可以吃的 这些小孩子 那不是很好吗 然后 然后 你又 又不能够 让 又 有很多事情 你又不能够做 然后 又 又不晓得 一年出去 三四不晓得干什么 我们也 我马上会煞煞 所以说 我希望 我们这些利益的朋友们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 着想 现在 大陆正强 你承认他是个个优惠独的 他本来我们是同样的皮肤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祖宗 是不是 那有什么 不敢承认说 我们 中华民主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祖国 本来就是 就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嘛 像以前那个黑水的时候 黑水的时候 就是 人家说的 黑水过去台湾嘛 我们是 客人领导的 新主导的 是谁的我们的 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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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不要再欺骗自己的 不要再去中国话的 我们 还是要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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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 那个 任主的 不能够 做人不能够忘本 哦 就是你要 能够假居住 拜请他 我希望这些 利益的朋友 你们能够绝取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好好地想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先休息 好 大家先休息 好 那如果想要听 不能说的公开的秘密 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到现场来 跟我们一起讨论 政府 政府投资特别预算 然后 投资社保基金 什么基金 社保 哦 社保 现在社保也出了问题 他那个资金也不够 但是呢 现在这个国家 特别多出 一部分的财政预算 不进去 然后 讲的 讲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不把社保的缺口 转移给下一代 有没有像台湾现在这边 现在所谓的年金 这些东西 他是 有一点类似 对啊 就是说 就是 勞退啊 也是一样啊 就是现在 斗争的军工教 这些东西啊 你看这两边的政府做法 都不一样 大陆大陆他现在是 把自己政府的钱 比如说 一些政府的预算 拿出来 补到社保里面 来补这个缺口 对 因为以前的时候 就是 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 因为有些人就是 那个社保 脚呢 那个比例也不一样 现在就是这个经济发展 起来之后 他补足那个缺口 然后 如果他不补足 他就像台湾一样 就转移给下一代 那所以说 政府现在就是说 做的一些东西就是 不要花这个缺口压力 转移给下一代 我在这一代也解决了 台湾现在什么问题 丢个下来 丢个下来 丢个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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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现在才斗争军公教 问题就在于 但是你说真的没有钱吗 8800亿是怎么 这钱从哪来来 9000亿 从哪来来 你当年全国总预算 你当年全国总预算 也或是两兆 他们以为我已经接受几多了 8800亿 9000亿 9000亿 回起来就已经1兆8000亿 1兆7000亿 8800亿 就换9000亿 就换9000亿 就等于2亿 9000亿 我只抓一个概率 大概就1兆8000亿 好 那你已经等于3分之2年的 年总预算了 那 金公教的那些问题 怎么是不是问题 应该不成问题 他就是在那边借个议题拿钱 他现在是 因为他要A的钱 不够 没有了 所以他把你们的钱砍掉 然后挪过来这边做这些事情 他才能够A 那么金公教的钱他怎么A呢 这个人拿多少钱 那个人拿多少钱 那个人拿多少钱 那是固定的 一年拨给你们2000亿 他怎么A呢 对不对 他必须要A什么 列雷件 弄的什么 买个什么火力发电 买煤 这种他才可以A嘛 买到限制 对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跟你们没关 你们那是死的嘛 薪水怎么A 公务人员的薪水 我问你你怎么A 但是买课本就可以A了吧 我顾你薪水我怎么A 我怎么A 我顾你没薪水啊 你们每个人要拿一趴给我 当围扣 他能够这样讲吗 那公开的财务啦 对啊 他那个不能讲啊 所以薪水是不能A的 不能A怎么样 砍 不能A的我就砍 可以A的我就多给一点 这是心态问题吧 对啊 那你这些 我们现在选择这些立法委员 你也看到了 你也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挡呢 啊 我没办法挡 我举手举诉他 因为分挡不住 你当时人那么多的时候 他也有分啊 你也挡不住人家 你现在人少了 你也说你挡不住他 那我问你哪时候才能够挡 因为你从来都不打算挡嘛 那这种不想挡的人 你选再多上去有个庇佣 都是庇佣 有用吗 没有用 有用吗 数学有一体啦 一万乘以零 一万不够 我让我一百万乘以零好不好 答案是多少 零 我一兆乘以零好不好 零 再不够我十兆好不好 还是零 你给这些惠物有什么用 再多也是没有用 但是这个零 如果变成零点零零一就不一样 那怎么变 你期待他变 不可能 我们去打他 打到他变 你去叫他改变 求你变了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 里面有一个统数长 像我这种人去 我跟你讲 所有的国民党的 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市议员 冲不跳起来了 通风变了 必须上 你不扯啊 现在怎么 你要选市议员 还是到底要选立法委员 明天要选市议员 他选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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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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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整 我可以用台北市的交易级 我都可以整到教育部 为什么不能整 你整不整而已啊 你如果不做 我他妈给你当副总统 你也不会做的 你也不会搞 那现在我们这个总统 你到底要 要推几个立法委员 现在 选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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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继续 我们为什么要把很多那种秘籍 都交给大家 对不对 然后告诉人家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争取选民的认同 从这里逐步 你懂 那最近就好啊 一例一休啊 那民进党就讲 他把中国国民党 跟台湾国民党 两个条件一谈 那么两个就先打起来了 又合不起来了 合不起来又过了 没有人要打 人去个 抢麦克风都不可以 那你还期待他做 他抢麦克风是假的 就是抢一抢 没没没 我民党用做这样的 不要上这个舞台 他会被骂死 他上去演这个戏 他会被骂死 他上去演这个戏 告诉姿势说 我有啊 但是我做了啊 但是我没有人要做 所以你们选民要多多支持我们 让国民党的立委再多继续 我们就赢了 大家要团结 八十几期的时候 好了 团结了给他八十几期 还是输 屁 这年啊 就跟我们那个陆沛的六改寺一样啊 嗯 哎 他前年把出来了 好多立委出来说 我们支持你们陆沛六改寺 那你多习的时候你都不改 你下来的时候我支持你 哦改改改 也是假的 所以这些话都是等于是 哎 做给我们 六改寺 那些白痴的人 至少给我们八改六 国民党期间 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吗 八改六是马年九十七 马年九上任吗 有改到四了吗 八改六 六改四没有 改到六改四 对现在大家要六改四呀 国民党拜就拜在他们认为六改四 也没推过我们的人出去写地 你们要六改四 他叫一个捷补债的人去选 对啊 对啊 因为你新住民这一块你不能取啊 对 现在有一个 好了你说新住民 那新住民的人选上立委怎么改 你还是不会改啊 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改啊 不懂 你也不懂啊 对啊 那他们那些有教你们怎么弄吗 没有啊 立委选上立委他就会改 你举手还是举输他 对 我觉得林逆禅他自己做不了事情 他也不敢改 我待会再跟你们讲 那个在议会里面 不要以为说选上民意代表来讲 选上民意代表在议会里面压力多大 你今天你去挡人家财务的时候 你知道多少人来打你 你挡人家财务 哦 他记得吧 不要讲说什么 陈进棋就好了 陈家帮的施议员啊 几年前为什么在 在那个台北市的他的服务处 就被人家开枪打死 哦 有意思 对不对 台北台台湾有多少的民意代表 在服务处就被人家用枪干掉 对不对 我不要讲说最近就好了 李鑫为什么从屋顶跳下来 哎呀他 有病吗 有什么 他妈有病还当民意代表 还当民意代表 你知道台北市医员 每年要固定体检 你们可能不知道吧 他到医院里面是不用排 在几个市立医院是不用排队 直接就可以看诊了 他 你有身体有什么状况就直接 都有特别病房 哎呀生病啊 哎呀什么忧郁啊 哎呀跳楼 你当我们台湾是捷补赛 还是什么 还是北韩 啊 民意代表 不用了 李登辉现在什么都不是 他到医院去看病还可以出什么 台大的特别病房 你们知道龙肿里面 还有几个病房是 给那个许立龙许老爹那么几个 在病人的时候去看诶 他骗谁啊 骗谁啊 骗谁啊 一个堂堂的事业 才会从屋顶上跳下一跳摔死 可能吗 那就蔡英文跳给我看好了 然后帮她天下太平了 可能吗 不可能吗 所以她是被害了吗 所以她是被害了吗 她也在直播 哈哈哈哈 有人知道我还没刮了 我怕了 因为本来就是事实嘛 大家为什么要 好了好了 我们要说那个 不能公开的经历 那个议员会 国家后说很多 那个随什么 人死为大 所以大家都讲好话 所以我们国家不会进步 为什么 大家都在当相悦 不过以前我 我们都在做这个 这个 怎么讲 都是在当这个换罪组织 其中的一份子 只是你做多做法律 因为你在 你不愿意 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 你只是在什么 跟着在圆谎 沉默的帮凶 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 大年幻灭是国家才能够进步 可以 大年幻灭是越来越 越来越越 越来越越高 他们是轮流分张嘛 都知道嘛 哪里都绑在一块的嘛 现在不入了 好 现在不入了 真的不入了 所以说你想 那大家拜拜 我们都很没有名字嘛 民进党里面也有名字 大家都好敢讲 他不会都不你真实的东西 他这个大人都知道 他在当一个人都知道 他这个大人都知道 复兴北路150号九楼 捷运南京复兴站8号出口 下个礼拜见哦拜拜